继美国之后,澳洲亦都以人权问题为理由宣布不会派官方代表出席春演北京东澳和东残澳 内地疫情,昨日新增74宗新冠病毒确诊,本土病例占44宗,包括内蒙古,呼伦贝尔市34宗,浙江有8宗,克隆江和上海各1宗,境外输入病例有30宗,累计确诊超过99000人。 香港累计12471宗 浙江凌波一个中年清洁工人,透过网上课程自学国画纸是三年,就在社区举办小型画展,一起来看 凌波海处区越湖街道综合文化站,这日正举办一场特殊的画展 场上一幅幅栩栩虚如生的作品,有大富大贵的卯丹,哈日连迟赞放的河花,还有翩翩起舞的花中蝴蝶 22幅作品都是出自越湖街道清洁工人陈振刚之手 一天中午好像我发了一个视频,在朋友圈里面,这是我自己画画的一个小视频 然后呢就是被我们的领导,被我们的经理嘛,他看到了,他看到了,他就是打电话给我嘛 来看展览的观众,包括陈振刚的同事,附近居民和不少的年轻人 52岁的陈振刚,原来一直在鞋江苏路加募农,和太太有十多岁的一儿一女 一百年只身来到宁波做清洁工人,赚钱养家 虽然只是读过小学,但从小就好喜欢画画的他,利用公园时间重拾旧时的爱好 在家里美食人画一下,就是那个铅笔,探索笔画 反正从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开始,都对画画比较感兴趣 有时候你看外面的什么景色,比较感兴趣的,可以有时候把它画下来 毛老师就透过给钱网上货情,自学国画,靠短片边学边剁磨 来了宁波三年纪,陈振刚的世界里面,除了清洁街道,就是画 有时他都会在社交平台发布自己的画作,现在已经有几千个粉丝 无线热视记者李文音不得 八成土地系方木的新疆沙瓦园,截力改善生态 透过种植沙生食物疏疏和大云,将昔日沙漠变为最保盘 来到新疆沙瓦园丐支库木乡,这个自沙工程示范基地 放眼望去,万某梭梭为荒漠穿上绿意 在梭梭林中间,工人正忙着彩滑架接的大云 再装入袋里面用车运走 为了改善荒漠生态,沙瓦园由一一年开始 市中了十几种沙生植物 最终选择了成活率高,适应性强的疏疏 目前已经重值一万多亩,又价接了七千亩大云 今年按彩滑二千亩地计算 预估能有近五百万元人民币收入 沙瓦园仲创新机制,鼓励和紧度企业参与自沙 让企业能够从中获利 现时泉源森林,总面积达到484万亩 沙尘天气明显减少 降水日数亦显著增多 不单改善了当地环境,亦促进村民增收 无线电视记者李文一报道 这个厨师从香港到北京创业 开了一间坚守港味不变的火锅店 祖师很讲究什么 师傅教练,你必须好好学 甚至师傅教少一点,你都得偷师 由回锅到头锅,头锅当老大 祖籍福建的蔡佳俊 小时候跟父母到香港定居 15岁的时候做点心思正式入行 当时每天凌晨三点几起身学艺 黑本内奴的蔡佳俊 最后学得一手好厨艺 我认识很少 但是我每天准备一个本 一个小笔 然后师傅教给我的记 有些字我不认识,我在画 我在画我自己懂的字 我写一半,懂一半 但我回到家里,我又写在我一个大本上 短短几年,蔡佳俊由尾窩做到三窩 01年,蔡佳俊被推荐到北京担任一间酒家的厨师长 月薪达到3万5千元,并就只留在北京 14年,蔡佳俊在北京开始他第一间火窩店 完了自己年轻时的梦 火窩店用环体字餐牌,避风堂系列菜式,香港蜂蜜的旧照片 播放粤语歌曲,吸引众多顾客 分店已经开到第四间 如今蔡佳俊的一家都是北京生活 蔡佳俊希望一对子女未来接触大湾区 大致南北结合 无视自己的记者,麦斯文文 继美国之后,澳洲也都以人权问题为理由 宣布不会派官方代表 出席明年北京东澳和东残澳 据报日本政府也都考虑是否外交抵制 但不希望与北京对立 中方早前批评美方将东澳 和所谓新疆人权问题挂钩 是颠倒黑白,自欺欺人 继美国外交抵制北京东澳之后 澳洲也都以新疆人权受到侵犯 北京拒绝和澳方对话等理由 决定不派官方代表 出席明年2月和3月举行的 北京东澳和东残澳 澳洲总理莫里迅强调 相关的做法符合国家利益 当地传媒说目前在中国的澳洲官员 同样不会出席东澳 又说大约40名澳洲运动员将会如期参采 过去两年以来 中澳两国关系持续恶化 澳方质疑新冠病毒源头来自中国 而中方也都对澳洲葡萄酒 大麦等加征关税 两国部长级官员未有接触 美国白宫日前宣布 外交抵制北京东澳和东残澳 说中国新疆的种族灭绝和人道罪行 美方不能够视而不见 新西兰就以新冠疫情为由 不会派部长级官员出席东澳 但就强调早在10月已经就有关决定 和中方沟通 日本传媒报道当地政府正讨论 是否不派部长级官员出席东澳 由于明年正值中日建交50周年 日方不希望与北京对立 但会留意七大工业国集团 其他成员的取向再作决定 国际澳委会星期二以视像方式 举行执委会会议 发言人说尊重美国外交抵制的决定 而北京外交部强调 有关各国官员出席澳闻会 应该由相关国家澳委会邀请 意味美方官员是否出席是他们的事 中方有批评美方将冬澳 和所谓新疆人权问题挂钩 是完全颠毒黑白 错上加错自欺欺人 有美国专家估计 中方可能采取反制措施 包括停发签证 限制双边对话等等 母线电视记者朱少林布特 英国有议员畅议 扩大英国国民河湖海外护照 即是BNO签证计划的法案 被1997年回归之后 出生在香港的人可以申请BNO 但不获英国政府采纳 中方批评英方干涉中国内政 和香港事务注定失败 英国下议院星期二审议 有关国籍与边界法案修正案 有份提出修定的 前内政部移民事务国务大臣 保守党议员奇达文 重新希望扩大BNO 即是英国国民 括弧海外护照的签证计划 允许在香港回归 即是1997年7月1日之后 出生的香港人 只要父母其中一方持有BNO 他们亦都可以申请BNO签证 移居到英国 奇达文认为修定法案的目的之一 是令到受压迫的年轻香港人 更加有保障 目前工作假期签证 申请需时三个星期 可能不理部分人离开香港 但英国政府拒绝相关修定建议 有移民部门官员说 修正案有多个问题 包括不设立年龄限制 范围又可以伸延到 从未踏足过香港的人 又强调1997年后出生的香港人 仍然可以透过青年流动计划 包括工作假期签证 又或者学生签证到英国 有国会议员说 暂时不会将议案提交表决 有英国人权组织 对于当局拒绝建议感到失望 希望上议院可以通过相关修订 借此向政府施压 而在北京 外交部说中方多次就所谓 英国海外护照问题上表态 强调中方反对英方 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 英方这样做是选人不理己 注定会失败 母亲电视记者 懈悉中国人的 别知晓能不能 感谢观看